全球各大媒体报道中国财经 我们团队为您整理总结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简报 大家好 我是新峰 首先是南华早报的消息 拼多多在欧洲快速扩张 拼多多的国际分支 廉价购物应用软件TIMU 已经扩展到6个欧洲国家 标志着全球增长的新阶段 TIMU现在已经在法国、荷兰、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推出 今年早些时候 他也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首次亮相 就像国内拼多多一样 TIMU提供大量的廉价产品 有些产品的价格甚至不到1美元 自推出以来 该APP已经被下载了3300万次 与此同时CNN也报道 好的令人难以置信 吸引和TIMU在美国起飞 快时尚网络零售商TIMU和SHEIN 在美国消费者中越来越受欢迎 但是人们对他极低的价格、透明度和生产环境 开始感到担忧 这两家公司都与中国有关 因此围绕他们与中国的关系 以及强迫劳动、贸易剥削、产品安全隐患等问题 也引起了关注 TIMU已经成为美国下载量最大的应用程式 并且正在迅速扩大其使用群 他的竞争对手SHEIN在美国也非常成功 他比TIMU先进入美国以及欧洲市场 但是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包括低价、环境影响、透明度 以及与强迫劳动有关的可能性 SHEIN是由中国企业家Chris Hsu 徐仰天所创立的 他专注于跨境电商 因此在国内是没有的 SHEIN的公司估价已经达到了1000亿美元 被称为跨境电商的独教授 另外彭博社消息 中国领导人强调经济复苏带来的风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了 在技术等关键领域 加强创新和自力更生的重要性 以确保中国在经济增长中 免受来自美国日益激烈的竞争 习近平上周在会见高级官员时表示 中国企业的增长取决于 消除阻碍公平竞争的制度障碍 一些经济学家最近将他们的全年经济预测 上调至接近6%或者更高 远高于之前政府5%左右的目标 这意味着某些行业将会需要 有针对性的支援才能达到目标 本博社消息随着全球波动性的飙升 3月份中国债券抛售有所缓解 鉴于对全球银行体系的担忧 上个月外国对中国债券的兴趣 在13个月来首次上升 3月份中国银行间市场外资 持有中国国内债务的总比 增长35亿元人民币至3.2万亿元人民币 反映出人民币和中国经济前景更加光明 但是收益率仍然不高 虽然略有上升 持续缺乏吸引力的收益率 意味着外国投资中国主权债务的整体前景 仍然低迷 南华早报消息 中国铁路枢纽利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 推广数字人民币 徐州是中国江苏省的一个城市 是许多来自中国的欧洲货运列车的起点 徐州已经发布了一项计划 推广中国的电子人民币 用于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跨境贸易 最初它将用于支付火车的服务和存储费用 然后用于支付税收和公共事业服务 包括长属在内的其他地区也表示 有兴趣推广数字人民币的使用 公共机构和公务员也将从下个月开始 以数字人民币来支付工资 南华早报消息 阿里巴巴云部门与深圳数据交易所达成战略合作 阿里云和深圳数据交易所已经达成协定 该协定将会根据中国数字经济的扩张计划 促进数据销售 此次交易意味着阿里云将会与深圳数据交易所合作 更好地推动商业资讯交换数据生态和大数据模型的应用 截至去年8月 已经有40多家数据交易所建立或者正在筹划建立 北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主要的国内市场 将数据作为与土地、资本和人力同等的生产要素来进行交易 路透社消息 恒大1.2亿美元在岸债券持有人 周三对离岸重组计划进行投票 中国开发商恒大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恒大地产 发行的价值82亿元人民币 约合12亿美元的在岸债券持有人 将于本周三举行会议 决定是否接受该集团的离岸重组提案 市场关卡人士表示 该债券可能是本轮债务危机中 首支提供相同离岸重组条款的在岸票据 境内债务通常比重组条件更好的离岸债务 具有更高的偿还优先顺序 金融时报报道 阿迪达斯走向中国本土 努力克服中国危机 阿迪达斯正在开发爱国服装系列 以促进在中国的销售 因为这个运动品牌 试图在曾经最大的增长市场 中国重振旗鼓 阿迪达斯的中国趋劲力表示 中国消费者对中国传统文化 越来越有自信 新的服装系列将中国传统元素 与国际产品设计相结合 试图赢回中国的年轻消费者 阿迪达斯在中国的销售额大幅下滑 去年下降了36%至32亿欧元 彭博社报道 京东是中国最糟糕的赌注 中国的在线零售商京东 正在疫情的复苏中面临着挑战 既有对大建商品的需求疲软 又有来自拼多多等竞争对手 日益激烈的竞争 自今年年初以来 京东的股价下跌了37% 目标价下降 经济数据不佳 以及缺乏成功打击竞争对手拼多多的策略 投资者的情绪反映在了京东的股价上 目前京东的估值处于中国科技公司的最低水平 金融时报报道 投资者权衡最佳ETF 已从中国重新开放中获利 以中国为重点的ETF 在2023年初经历了大量的流入 但是由于对中国是否可投资的质疑 尽管最近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 但是这些资金流入已经趋于平换 策略师和分析师对支持哪些行业仍然存在分歧 法国巴黎银行的东亚主观表示 在香港的基金中 那些专注于中国大陆上市的中型股和科技股的基金 可能会受益于政策支持 然而对于许多全球投资者而言 问题仍然不是投资哪些行业 而是是否有必要增加对中国的投资 策略师和分析师表示 中国经济复苏的迹象提振了中国的增长前景 但是其他的担忧依然存在 弗兰克林·邓普顿的高级ETF投资策略师表示 对于我们采访过的大部分投资者来说 这实际上取决于你是想增持还是减持中国 中国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估值游戏 中国大陆股票的交易估值高于其他市场 另外来自金融时报的消息 丰田承诺加强中国电动汽车的本地供应链 丰田的首席执行官佐藤浩二承诺 随着地缘政治风险和技术挑战的增加 将会促进电动汽车的本地供应链 并且承认市场存在危机 日本汽车制造商一直在努力应对中国的销量下滑 丰田2022年的汽车销量10年来首次下降 该公司上周在上海推出了 其电动BZ系列的前两款车型 但是佐藤承认中国在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技术方面 遥遥领先 而丰田将在中国和美国推进本地化的战略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